同黨議員幫忙做糗了 還能回答成這樣真是可憐啊 來看一下 侯友宇回覆 他的就林金潔嘛 同黨議員問他說 你覺得中國是台灣的敵人還是朋友 侯友宇說 中華民國是杯 台灣是水 侯友宇之前不是講過嗎 我在談大海 你在跟我說漱口杯 可憐啊 梗圖馬上做出來 苦林也馬上有回應 苦林說 中華民國是杯 台灣是水 我很怕你把水倒掉 因為大家都在等嘛 因為他盡情都 等你的兩岸 因為賴清德也講了 然後柯文哲就一直都有在講 跟中國關係 郭台銘也都有說嘛 所以這一位一直不願意 對這個兩岸關係 國際關係發表的人 他也已經在總質詢 這個時間上面 按照他要的已經提前 然後又是他同黨的議員來問問題 所以說大家在等 現在你終於要講 講出來以後是杯水論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評論 因為你怎麼 你沒有啼湖灌頂 就是中華民國是杯子 台灣是水 你講好像也對 他說這個 但是你說台灣是杯子 人民是水 也會對 你怎麼放都對 和平是杯子 台灣是水 也對 民主是杯子 人民是水 就這個東西 你怎麼放都對 全對 都選我的事情 對 就是你不要怎麼說 好像怎麼放都可以 但是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為什麼關係台灣那麼重要 其實因為大家要問的不是 你有沒有支持防衛的能力 也不是要問你說 你有沒有要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深化民主 不是啊 國際社會會想知道的是台灣下一個領導人 下一個總統 在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你是認為像郭台銘或是這個 柯文哲講的什麼美中等距 兩邊等距 還是你認為是現在民進黨的路線是 要跟民主同盟站在一起 對抗獨裁的這些滲透 跟這個壓迫嘛 或是你認為是跟馬英九一樣 是比較親中的 或是你有沒有繼續延續 馬英九的一個中國 你不能說 你現在在這個議會裡面 你講杯子啦水啦 那今天你真的接待外賓的時候 外賓我跟你說 AIT問這些都是問很大的 你還有認同九二公司一個中國嗎 你說沒有我是一個杯子 這樣嗎 你要這樣回答嗎 那這有點像是韓國瑜講出塞子跟棋子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認同 你不知道怎麼評論 這句話就是黃年二零一五年 他的書裡面講 他說杯在水在杯破水附 其實我必須要講 你其實就是超黃年的 你就承認 他否認 你還否認 我不相信侯友宜會講出 他自己想出來的 怎麼可能 這個這種成語 這種一般人 除非是中文系的教授 一般人不太可能去發明 這樣的一個成語 黃年是有學問的 因為我跟他認識 他長期的在聯合報 所以這是他發明的一個專有的一個 一個四十個字 四個字的一個對葬 所以你今天出南聽點 你用人家 你也感謝嘛 我受教於黃年先生 你那本書我有看 那你這個名 你這個發明這個名詞 我也引用了 否則你這個叫什麼 你這是竊取人家的智慧嘛 我今天是黃年會覺得說 你用就用 你好歹跟我打個招呼吧 而且你是在議會的殿堂上講 然後你現在又說 沒有那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 一個政治人物 不能夠這樣子沒有誠信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不要在那邊 有引述就有引述 因為就像你寫論文 你有引述 你叫注釋 我跟他講的 他不知道是幕僚引述黃年的 那不管你要道歉 因為你這個 幕僚有說他自己想道歉 對 因為你這個 就是這種小時候 因為這四個字 被迫水腹這四個字 一般我們不會用 我們也不算真的成語 就是不會用 所以我覺得你既然用人家的東西 你就大方的承認嘛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證知道了